中華民國 給我一雷法方 都怪一雷法 是一名其載 大家有話先前一位去查聽 那先把規定 我們公民的室友 言論自由 那麼這個言論自由是在 在黨內的國家發明之內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小粉跟舔共的台灣人 總是說中國很自由的 很民主的 不可能因言禍罪 對吧 但是昨天網路上 流傳了一個 2019年 中共國西寧市 終極人民法院 省理一個 中國公民叫做 彭旭彪的人 他因為煽動國家顛覆政權的罪 被判斜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裡面罵了身上 罵了中共 批判國家政策 而這個法院審判的影片 非常的隆藏 一個多小時 那我就解最重要的重點 給大家來看一下 中共法院認定的 言論自由 是什麼 這個言論自由 是不是跟歐美、日韓、台灣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不一樣的 中國特色的民主呢 但大家來看一下有多搞笑 那先把畢竟 虎不顧名的是有言論自由 那麼這個言論自由是在 在黨、在外國的範圍之內的 你不能操作這個範圍 那麼這個言論當中的 也就是號召人們去做什麼 人們去幹什麼 在這個言論裡面 已經是說得很明確了 你先是應該說的 你先是不應該說的 你先是涉及國家立的 你應該清清楚 那明確的指出 愛黨、愛國的範圍 才是屬於言論自由 對不對 你們自己定義的 你們法院認證的 不要再說我們造謠了 估計這個定義啊 如果是全世界的民主的話 那歐美、台灣、日本、韓國 基本上全民都要被抓一遍 你看今天台灣是民進黨執政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 現在按照這個思路走啊 那就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啦 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啦 對吧 你就不會看到藍白啊 在造勢了 你還敢造勢啊 裡面也說啦 對不對 你還煽動人去做一些什麼 抗議啊 做一些什麼 這就是屬於判刑的範圍了嘛 我昨天在路上也看到民眾黨的人啊 兩個啊 在接口發傳單跟搖旗吶 在中國法院認定就是非法行為啊 你還煽動人家去投勒 有一些潛共的台灣人 你在舔三XXX 在一個民主國家 你反對誰或是支持誰 都是很正常的 雖然我也有我支持的候選人 但這不代表 我認為反對我支持的人啊 就要因為發言批判政府 哪哪哪做不好 而判刑入獄 當然這個也區分啦 你如果說蔡英文做得很爛 要下台 因為你的某某政策 我認為做得很差 欸這個就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但如果你說 蔡英文你全家都S啦 蔡英文我今天就要S你 喔那這句話就是屬於恐嚇 那這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啊 不好意思啊 今天這個被中共法院判的人 他沒有說出這樣的話 對吧 他只是批判國家政策 他只是批判黨中央 批判勝仗 好啦 說完這個令人氣憤又搞笑的事情 再來說一下 最近我們台灣啊 在歐洲也有兩件事讓小粉紅破防 那第一個發生在義大利與梵蒂岡 我們都知道梵蒂岡是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對吧 所以我們也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大使館 但是最近有一對小粉紅情侶啊 在羅馬旅遊的時候 碰巧看到了中華民國大使館跟國旗 並且跑上去塗抹鼻屎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暖心的影片吧 不曉得這位粉紅是否有看過我在這邊拍的短影片 因此而暴怒 而我看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啊你跑到梵蒂岡的領土鬧事啊 事實上我們中華民國大使館是蓋在義大利的領土 因為梵蒂岡時代太小了 他的邦交國的使館都是在羅馬的和諧大道上 我只能說啊 你有不喜歡我們台灣不喜歡中華民國的權利 但你沒有資格用贓物去破壞或塗抹他人的財產 我也討厭中共啊 但我們去中國駐日本大阪領事館 我們也沒有做出這種什麼塗抹鼻屎啊 吐口水啊 大鬧裡面觸摸領事館的財產對吧 我們去舊金山中共領事館的時候 我們也是我們在外面拍片 我們沒有觸摸碰觸到任何屬於中共領事館的財產 或是任何的建築招牌沒有 為什麼因為這是基本的尊重嘛 你看你們這個數值啊去日本吐口水 去大鬧餐廳對不對 而說句實話你知道在外面就是隨便觸摸什麼牆壁啊 銅像啊招牌上面的灰塵跟細菌 本身是比你身上的病菌來得多啊 這基本常識吧 希望更多更多牆內的小粉紅 看到你們這個同胞在梵蒂岡義大利做的事情 趕快把這條影片大量的上傳 大量的上傳到微博快手抖音 B站不要把中華民國這個國旗打馬賽克啊 千萬不要打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反對什麼 然後痛批凡帝剛知道嗎 而說句實話 你們老是說台灣是中國的 而你們也說過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既然你們認為這個台灣的中國啊 也是你們紅色護照的那個中國 那你為何又詆毀在破壞這個中國呢 你在路上看到大明大清的國旗或是服飾 我想啊你應該也會拍照打卡 然後說你看這是我們國家的文化 這是我們國家的驕傲 所以我們要穿漢服穿那個明朝的馬面裙 去這個歐洲炫耀 你並不會去撕毀塗抹塗鼻屎吧 那你為什麼對認為一樣是中國的中華民國 有如此不同的待遇呢 這不就證明你也知道 因為中華民國還存在於台灣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獨立於中華民國 你潛意識不就搞台獨了嗎 這位小粉紅他在英國留學 而他還是玩樂團的bass手 這就諷刺了 你玩什麼搖滾樂團啊 搖滾也是同向自由的 你卻熱愛一個獨台專制的中共國 你還護航他 你怎麼不留在你熱愛的社會主義國家 讀書留學就好了呢 說句更搞笑的 你塗個鼻屎 然後就走 這樣是很厲害 你不是反台獨嗎 你把那面國籍拆下來不是更棒 拆下來再跑去中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來看看你國家有多強盪 對吧 另外一件事同樣也是針對台灣 在法國有一位小粉紅在街拍 看到了一對情侶在杜勒利花園 這個花園屬實不錯啦 我去的時候還有大型的遊樂場跟聖誕市集 總之這對情侶在公園上的椅子休息 小粉紅看到就拍了他們幾張照片對吧 準備過去詢問 要不要把我拍的影片送給你們啊 眼見這對情侶是亞洲面孔 就用英文問他們了 你們是不是中國人 多數的台灣人這個時候肯定會說 不是嘛 除非你是吳欣穎 說我們中國人從小都是Johnny Walker 對吧 那接著小粉紅就問這對情侶 你們會講中文嗎 這對情侶就說 我們是台灣人 結果小粉紅煞死呆住了幾秒 之後他就說默默的說 我拍了你們的照片 可以傳給你們 台灣情侶當然說 哇好啊 nice 非常好 感謝 那你需要我們幫你拍嗎 你要的話我們也可以幫你拍哦 那這位粉紅就說 我只需要你們承認 你們是中國人 台灣情侶就傻笑 轉頭做自己的事情 留下暗淡的小粉紅 在燈火藍山處受盡冷風吹 於是啊 小粉紅就把這段冤屈放在小紅書上 不出意外的出意外啦 下面更多的是嗆他的中國網友 說你沒事找查 人家怎麼定義自己關你屁事 確實啊 像我19年在捷克的火車上 也是遇到了小粉紅 他那時候過來問我 火車搬車的問題啊 我就回他嘛 我也幫他解禍了嘛 他聽我說中文嘛 然後我又這麼的熱情幫助他 他很高興嘛 他也脫口說 欸那你是不是中國人啊 我說不是好台灣人啊 他直接變臉掉頭就走 我想說天啊 你一點感激情都沒有 還這樣子 太誇張了吧 你應該先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嘛 我說不是你就不要問我這些啦 真的是 好 你以為大家都是公車啊 隨便上都不用負責啊 啊我們護照上面寫的國家名字 跟國會就不一樣嘛 我來接客免簽啊 你要申請簽證啊 就不一樣你知道要怎樣 那麼我們已經奇妙啊 你們粉紅真的很無聊欸 然後在這個凡爾賽宮外面 也遇到六個中國人啊 他們都是大媽大爺啊 法文英文都不太行嘛 我也是幫他們問這個排隊的路線 因為有分嘛 ABCD那種不同的隊 那我們聊天也聊得好好的啊 他也知道我們台灣人啊 也不會噴 你就是中國人哪來什麼台灣人啊 他們也誇我們的護照很方便 他們護照很不方便 他們也主動講這件事情啊 我也不會硬在他們面前強調 對 因為我們民主你們不民主 我跟你們不同國家 我討厭中共 沒有必要 因為他也尊重我 我也尊重他 對吧 大家沒有一個人先點破的話 大家都是彼此尊重了 但小粉紅做不到嘛 那影片的最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粉紅都是什麼德性啊 我以來的家鄉 我以來的家鄉 當時大家有騎士尼德的如何 我以來年就沒有對於1970年了 我以來是華派人事跟 言面這樣幹了 大佬民國宣布達 提起以前經歷的藏綠色年 我審時應領義氣壯 他喜歡尊重了 有些人的大智慧 一花牙花了一花綿杠 想不見不要 應該會是 我和你家鄉還做歌的威大戰嘛 加上力量 我和你家鄉還做歌的威大戰呢 說得再講 我拜託你先洗個澡 鞋子穿一下 房子打掃一下 你在跟我說 你要解放台灣 你要武統台灣 不是 這個樣子 台灣人怎麼想被你解放 台灣人怎麼想跟你回歸 你愛黨愛國愛臣 這個樣子 就是我昨天說了 9億人月收入2000以下 9.64億人 那是你們中國自己的報導 當然昨天這個影片 一出一堆粉紅破防 這就是你們中國自己的報導 你們破防什麼啊 裡面的報導也指出 你們是日本的三分之一 是日本1990年代的水準啊 是不是 還跟我誠 喔幹就是家庭不家庭 不管家不家庭 你是1990年代日本的水準啊 聽不聽得懂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啦 Bye Nora 來囉